哈喽大家好,我是街小主 我发现现在这些商家们真的太会拿捏人们的小心思了 就是现在大家都容易熬夜嘛 但是熬夜同时又肯定不希望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伤伤害之类的呀 所以商家们就抓住了商机 应运而生了一款熬夜专用的水 打开来看看啊 一整根的熬夜人参水 看看啊,随便来一个 真的叫一整根 然后里边也确实是一整根人参 哇,不过在这里怎么这么浑浊呀 还有一些漂浮物在里边,看密密蛮麻的 而且据商家说啊,这里边的人参用的是长白山人参 哇,这么大一根,这喝下去确定不会不大发了吗 不过头 反正现在啊,在像罗森那什么的一些大型的商朝都上心了 就说一瓶卖到了二十几块钱 反正咱暂且不说这一瓶水卖二十多块钱贵不贵吧 反正就看看它放一整根人参在里边 确实是有点夸张的啊 视觉还是挺有冲击力的,看着 哎,不过我发现好像颜色不大一样 像这俩,看一深一浅 挺明显的哦 这个深的,人参也要不稍大一些 跟这个个大小有关系 还是这个蹲的火候有关系啊 哎,这人参是蹲的吗 还是直接扔进去啊 咱就喝这个了,颜色最深,深也最大 看着样子会更堵一些 我先来替你们尝尝啊 正好,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稳 今儿早吃佐德酸还骑得特别走 这也算熬夜了啊 正好试试 在很多年前不是有一个霸王防脱洗发液吗 有用过吗 跟那个味一模一样 这就是人参味吗 有一点甜甜的啊 但是这糖还不太一样 哦,这写着赤咸糖醇 对对对,就是那种带糖的味道 那种甜 然后还有一点花香 还有一些中草药的味道 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这里边确实也是添加了 糖白菊食用茉莉花 哦,这好菊花茉莉花 这都是去火的 跟人参应该就中和了 我刚才在担心它会太过于补了呢 那我就不用担心了 那我多喝一点 看看有什么反应没有 这么喝多了有点苦啊 而且嘴里会一直哭下去 真的有点像 对了很多水的中药汤 对,有点像 真的不咋好喝 我都快喝饱了 而且真的要大口一直喝 哇,真的不好喝 我不太喜欢啊 这种药味的这种东西 不过我现在喝了这么多 还是没什么感觉呢 也有可能时间太短了 先把这根身掏出来了 来啊 可以 哎呀,掏出了 哎呀,断了 不值钱了 出来了 我手都打哆嗦了 这个瓶子是有放大作用的啊 玻璃瓶 没有在瓶里显得那么大 抱个人参头 嘴边就跟萝卜一样 好难吃啊 太苦了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啊 就我们家原来 有人送过一个长白山的那种野生的人参吧 应该是 那个我吃了一小啾啾啊 它发甜 这个没有明显的那种清甜味 但是这个味要比之前吃过的那些都要浓 浓郁的那种中药汤子味 还不好吃 哦,但是这个能够吃吗 人参建议食用量 每天小于等于3克 勤务过样食用 每瓶的人参含量是小于等于3000毫克 诶,刚好呗 就是 那这个人参是可以直接都吃了的呀 一天就可以吃一根 真的,我刚看见了 它是写着 人工种植5年以下的人参 不过啊 它这么大一颗人参 给你放水里才卖20多块钱 这糯米感觉还是挺值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参在网上是卖多少钱呀 反正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好像挺贵的吧 人参 我看看 长白杀人参 25根36块钱 1块多一根 刚才还说它值呢 我的妈呀 所以我刚才还担心它会不会哗哗流鼻血 看来我就多虑了 行吧,这个熬夜人参水就体验到这了 咱们抛开成本不谈 至于这个功效呢 像这个保健类的东西 你一时半会是看不出什么作用的 就即使它有作用啊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呀 因人而异 所以它这个效果也是不确定的 相对比较起来说 熬完夜喝了它 我觉得自我心理安慰功能要更平显一点吧 所以说要想身体好 还是得早睡觉 少熬夜 还是用道理 嗯 行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